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家廚房 我們家的廚房,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三杯芝麻 我們跟這個娘婦的朋友,跟我們按讚分享 來,我們來看我們的材料有什麼材料呢 這是我們的海麻芝麻 拿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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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芝麻裡面養比較多 你在賊的時候,骨頭比較硬,比較小 芝麻,一般我們的海山大,有買的 芝麻拿一塊一塊一塊,高棧桃,蒜桃 辣椒,蔥仔,薑,要用老薑 調味料的部分有這個辣豆瓣醬,米酒,水 還有糖,芝麻油,豆油,還有蠔油 還有我們的蠔醬粉 好,來,我們的芝麻的部分 來,麻都給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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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把它洗過 這個部分,都給一塊一塊一塊 我們來稍微洗一下 我們的平衡裡面,就是沖豆油 豆油,它這個洗的是運動的功能 第一的,讓它吃熟,第二的,它這個減吃 稍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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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芝麻在賊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不可以賊太厚,不然它這個 它這個算比較大隻,會很頂心 這樣稍微微微微微熟 有很多油進去擠 我們現在現時,我們用芝麻油進去煎 這個時候,我們的鍋子裡面 要稍微加熱一下 我們的火先關起來 因為這個鍋太熱了 來,現在,我們用這個油 稍微油一下 這個芝麻,現在火要先關起來 好,芝麻下去剪 하지 好,芝麻下去煎走 繩子差不多 火焦冬的后,我们这个 盆子继续把它放下,搅拌起来 好来 稍微煎一下 這個麻現在煎 煎給人民焦焦 我們的火比較少 麻不要放那麼多 這個麻打下去會出水 如果火太小 這個要把麻不要放那麼多 火開比較大 煎給香檳焦焦 香檳焦焦 大家煎的時候 不要一直煎 再來三杯的部分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杯是三杯的減食 第一杯就是米酒 第二杯就是醬油 第三杯就是黑麻油 所以這三杯 我們一般要燒雞肉 比較潤性的像這個麻 還有我們的香檳膏 這都非常會加 好,來,我們現在 這個稍微點盛之後 我們把它冰冰一下 麻油 如果用麻油稍微煎過 它的氣味比較不一樣 我們一般 我們一般 礦鴨皮的 那個 我們的 大哥大姐 還是我們的 這個爸爸媽媽 我們如果 家裡沒有 用油 沒有那麼多的 你可以照 溫師傅這種方法 我們用焦焦的油 來煎一下 我們煎的時候 最主要是 熱鍋冷油 這個麻油 比較不會 掉鍋 比較不會掉鍋 好,來 這個雞麻 算 熱鍋吃的時候 比較 涼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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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來 比較冰冰 再來我們的 這個 雞麻 對我們的 這個 女生 非常好 因為這個膠原蛋白 這麼多 這個皮很厚 這個皮很厚 好,來 這樣 空氣裡面 有 就是那個 香氣 再來我們駕頭看看 這個 每一塊 的皮 都非常厚 它這個 皮 熟了 它就算 軟Q 它的膠質 走出來 它在 蒸的時候 很軟的 你都要 用機 這樣 好,來 它這個 這樣我們 稍微 稍微 好,來 我們就是 攸攸油 要太多 攸 攸 油 來 煎 這樣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 這個顯著是我們這個麻煎出來的水跟我們的麻油 我們就藉這個麻油來幫人撲香一下 來,我們的老薑 再來,薑仔,薑仔部分分量的薑仔白,蒜頭,蒜頭盡量多大顆,吃起來好像麻煎煮飯 好,來,稍微把它翻一下,翻一下 翻到皮味噪出來,香味噪出來之後 好,來,這個我們的鹹醬現在要放的辣豆瓣醬 這個有分,我們的三杯帶稍微鹹鹹,辣豆瓣醬一大匙 辣豆瓣醬的味道,這個要挑那個不是甜的 辣豆瓣醬一大匙先放下去 一大匙後,我們的醬油 兩大匙 醬油要先有那個燙鍋 要先有那個鍋 來,我們的這個麻把它放下去 再來,我們的米酒 米酒一大匙 好,來,再來,這個水喔 三百匙 好,三百匙的水喔 再來,我們的蠔油 蠔油一大匙 好,一大匙,這個鍋子都扭過,一大匙 好,一大匙喔 好,來,加進來,我們的糖 糖也要一大匙 糖也要一大匙 好,所以我們的三杯有去喔 三杯,第一杯就是我們的豆油 第二杯就是我們的 麻油,黑麻油 第三杯就是我們的米酒 好,來,三杯呢 他這個現在喔 鹹者都放下來 阿他現在,我們的火 如果是比較熟,像這個 我們用這個 那個 胖胖爐 或是我們的家的那種 辣植火比較熟 所以你的酒可以不用放那麼多 餐廳的火如果比較大 他的水會發更快 那三杯呢,要熱給香 他這個 熱給乾 他這個香味啊,氣味啊 還有我們的色水喔 尤其是我們這個 好,我們現在這個麻油加進 所以他這三杯是不能 掛泰北粉針的 他這個稍微看 熟一下 他的加進都照出來 表面的,勤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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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他現在 我們現在看那個色水喔 他現在放那個 我們的豆瓣酒後 他的色水會這樣 紅的紅的 我們天然的色水就是這樣 紅的紅的 他這個 加一段的照出來後 他這個 湯汁 會翻 勾勾這樣 把我們的麻子 拔掉 這樣比較漂亮 好,我們看 一般我們的三杯鍋 現在喔 用一般 鐵鍋 或是用那個 砂鍋一種的 我們要加熱 三杯 跟我們 這個 三杯最下的 就是我們的高棧塔 好 高棧塔 呢 暗天 它 熟得很快 高棧塔要快 比較油 一定要熟乾淨 熟乾淨 熟乾淨 它這個上面有刷 還有一些灰塵 洗乾淨 洗乾淨 然後把 立油乾 立油乾 我們 家裡自己要吃的 所以 洗一下 來 我們的麻 它現在 熟掉 我們剛才有什麼 說 水 可以 不要放那麼多 因為 三杯要熟乾淨 你如果水太多 它這個 一味 跟 我們的麻 熟了 水 太乾的時間 要熟一下 不然它 它 它 太久 麻都 太熱 再來 呃 這個 時間 用太久 這樣 好 它這個 比較熟不熟 我們把它翻翻一下 好 我們的三杯 好 非常讚 來 我們的 我們的 那個 鍋頭外的朋友 來 稍微看一下 它現在 湯汁 慢慢熟 雖然 火比較熟 不過它這個熟起來 時間是很快的 要熟到什麼 來 三杯 最主要的 因為我們的火比較熟 三杯 一般是要熟到這個 尾 旁邊 稍微 煎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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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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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鍋 鍋 鍋 它現在 香腸 煎肉 綠色 我們現在一鏡到底的 都沒有剪接 你看他現在的湯匠 軟縮 我們的外面 外面 這些 已經都已經出去了 這樣他現在剩一些湯匠的時候 我們的高棧塔一定要放下去 高棧塔放下去 有什麼企業呢 最主要的企業就是 高棧塔放下去 一定要 全部把高棧塔炒給熟 全部把高棧塔炒給熟 他如果沒有炒給熟 你稍微擺盤熟 他這個黏著了 所以一定要炒給熟 炒給熟之後 我們的三杯鍋 稍微熱一下 來我們的鍋頭 先看一下 要燒到鍋子都乾了 表面這樣 緊密緊密 好 來 我們的鍋 待會三杯鍋 燒燒 炒到鍋子 再把它放下去 好 待會再放下去 好 這個三杯鍋 要燒到稍微 燒到稍微 要我們的東西放下去 這個 裡面有稍微燒一些水粉 湯匠 它放下去 我們中菜是比較有那個香氣 好 非常好吃的三杯鍋 來喔 好 來 我們看這個鍋燒 它這個 炒到鍋已經稍微熟了 稍微熟了 好 來 這個三杯 這個鍋放下去 好 好 來 我們 三杯鍋 已經好了喔 你學會不會 好 好 來 來 我們給大家來試吃 你學會了嗎 好 來 我們給大家來試吃 好 來 我們給大家來試吃 我們的三杯 雞麻 來 好 來 來 一塊一塊 你看它這個表面這樣 你看它這個 上面這個都熟 這個熟 熟很多 我給大家試吃 我給大家試吃 這個麻 來看看 這個麻很清 好 我們三杯的減少 跟這個非常 非常 很辣 我的骨頭比較多 你看它的皮膠質 喔 你看它的皮膠質 好 我們的三杯 這好吃喔 這有夠清 三杯 你學會學會嗎